在泰古城中心的外面有多個雙者 在左邊畫面救護員來到為雙者進行急救 見到其中一位人士上衣被除去 見到他身上多處都有血跡 在十多分鐘前在泰古城中心曾經發生過打鬥事件 據了解有持不同政見的人發生打鬥 有人受傷倒地 現場消息說曾經有人的耳朵被人咬傷 而咬人果屈人士之後被其他人咬打 現在救護員陸續將雙者送上救護車 沒 wait